過去在國外才能夠欣賞到的浪漫美景 粉袋亂子草花海 現在來到吉吉鎮和平裡 就能夠近距離拍照體驗 有業者從北美洲引進培育的粉袋亂子草 已經成功在吉吉落地生根 最近更是進入了開花期 大片粉紅色花海 讓來到此地的遊客都大讚 實在是太漂亮太浪漫了 粉紅色的那個草就覺得 很心動很想要來這邊看一看 效果很好啊 因為它的那個粉紅色還蠻密集的 所以看起來畫面上看起來還蠻浪漫的 之前是在其他國家 就是那個旅遊網站有看過 但是台灣的話是第一次看到 業主也表示 剛好這塊地相當適合種植 加上也有許多年輕人喜歡 在開放前會開闢幾條道路 來提供給遊客走 也提醒遊客不要隨意出崩花草 那我們希望說 剛好這個吉吉這一塊 非常適合來種植 所以我們就來吧 引進來推廣 然後這個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喜歡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藉由這個草 然後帶動年輕人重新認識吉吉 來這邊是很浪漫之旅 然後我們進來 我們會開很多的步道讓遊客去走 然後其實它可以借位 借位拍其實很多 我們到時候會教導遊客怎麼拍 其實借位就很漂亮了 不一定要進去 然後我們大概現在目前就是說 我們會開啟一條溝 開啟一條溝 會讓客人進去走這樣 近距離接觸啦 希望說遊客就不要擅自進入這樣 因為它一碰它就斷了 現議員王修祖表示 現在正值粉帶亂子草開花的季節 來到這裡可以看見一片的花海非常美麗 歡迎民眾開放後可以前往體驗 我們吉吉有那個和平裡有一處農田種植粉帶亂子草 是像一個粉紅色的花海很漂亮 現在是我們網美很嚮往的一個愛情的一個田園 真的很漂亮值得我們遊客來這邊觀賞 業者也指出將在10月10號正式開放 希望民眾可以前往欣賞拍照 也提醒民眾不要隨意觸碰花草 要共同愛護環境 記者邱平易及其採訪報導